今年11月的选举当中 中半岛施议会有两个议席需要改选 除了两位现任的白人施议员要争取连任之外 还有两位华裔年轻人加入选举 其中一位是年仅21岁的薛大友 虽然他对社区来说是个新面孔 不过说到他家经营的餐厅在当地相当知名 带您认识这位华裔政坛新鲜人 古灵家报道 中半岛Milbury市因为学区好 吸引许多华裔家长在此居住 尽管当地华裔人口众多 但是在Milbury市议会当中 除了华裔副市长李伟中Wayne Lee是华裔之外 包括市长及其他市议员全是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华裔年轻人薛大友 悠悠薛 第一次参选就挑战要争取连任的两位现任市议员 分别是Anne Oliver 以及去年曾担任市长的Ruben D. Holabert 可以说是出身之毒不畏护 这次选举Milbury两个市议员一席 共三人参选 根据选务法规 竞选公职的最低年龄是18岁 21岁的薛大友是其中最年轻的参选人 他希望鼓励更多人参政 薛大友在加州出生 他的父母都来自中国 全家住在Milbury已经8年了 悠悠薛大友家里经营的餐馆 是位于Milbury市区的Wonderful 万德福餐厅 在当地颇具知名度 他希望透过这次参选 可以更好地反映社区的需求 薛大友非常关注市府的预算花费 例如该市想重建多年前被焚毁的社区中心 却面临赤字问题 想修路却没有足够的钱 随费账单更是暴涨 由于该市没有大企业 主要税收都要靠小商业和居民 他承诺要更聪明地支配预算 纳税人不支持的议案他会一概否决 薛大友表示 Milbury市一向由白人主政 如果他当选将成为该市 有史以来第三个少数族裔市议员 他也谈到华裔参与政治的困难之处 因为这些时候很难 非常挑战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在政府 而且非常难得到自己 我发现我需要跟很多人聊到他们的支持 我认为很多人都没有联系 因为我们没有翻译很多东西 我们跟中国的联络会议员不够 他呼吁所有核资格的民众 都应该登记成为选民 并且都应该去投票 表达自己的声音 26台记者 古林佳报道 大家好 谢谢大家